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接擊中 多麼優秀的小姐姐 其實在舞蹈 在舞蹈方面有可能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跟其他的 100位選手的風格不太一樣 所以才會讓你們瞬間覺得很帥很酷啊 但還是謝謝你們這樣子誇我 三尼米南語都唱得那麼好聽 謝謝 因為其實我覺得要說到米南語 我覺得這一個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就是真正的進入了這個行業 因為米南語這個東西是我 人生中第一次最大的一個 就上電視的一個舞台 然後就是因為這個節目 才有了今天的我 對 那就現場來一段米南語歌吧 我心騎白白啊走三光 謝謝 喜歡 喜歡三尼了 尤其是跟薛姨Battle的這段 鬥語太讚了 其實這一次的Battle呢 我覺得應該有很多人都不太能理解說 三尼你不是一開始說不Battle嗎 為什麼後面Battle呢 就我看到台下太多人就一直叫我下去 因為我知道就是 舞薛姨本身的實力應該也挺強的 然後我就想說那沒關係吧 就下去吧 然後下去了之後 其實 我說實話我在唱功跟跳舞的方面 都沒有特別的強 然後 然後 像這一段舞呢 我真的也不知道該怎麼跳 然後我看到薛姨在地上爬呀滾啊 那我就覺得 欸 那我好像也可以爬滾一下 但是我又不可能像薛姨那麼優雅 那麼性感 那麼Sexy 所以呢 我就只能用比較搞笑的方式去緩解那個氣氛 但是 當下就是可以感受得到所有人在看的時候 他們都 對我那一段特別 就是笑得特別開心 因為主要我覺得 我這個人 嗯 比較 喜歡逗人家笑啊 所以 也謝謝你們喜歡我那一段Battle 對 還有就是 我跟吳軒姨 我們還是挺好的啊 嗯 不要 不要那個 誤會說 我Battle他了 就在 我們關係會不好什麼的 我們是相愛相殺 但我們還是很愛吳軒姨的 好 第四個問題是 在Sani身上 反覆看到自己的影子 該說什麼說什麼 這樣很real 因為其實我這個人比較傻 然後也比較笨 就是我講話完全不會經過大腦 然後我也是一個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人 所以有可能 就是我在這裡面很多人也會說什麼Sani 你這個細精啊 你很油啊 傻傻傻的啊 可是我覺得這就是我的個性 對 因為我 就很喜歡做自己 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我想幹嘛就幹嘛 就像我喜歡什麼 我就會說我不喜歡什麼 我也會講 好 最後一個問題是 看Sani的直拍動作有點放不開 小姐姐 你是緊張過頭嗎 還是你真的很害羞啊 對的我非常的害羞 因為 其實我本身就不太愛穿裙子 然後 到了這一次的主題去 我就要穿上那個裙子 其實 裡面雖然有褲子 但是我就會覺得 我怕就是會 暴露 就是 有可能跳一個動作 它就會 出來然後就會看到我裡面這樣 我就會很害羞 所以 我動作也不太敢跳很大呀 我也 很害怕 但是我已經很努力的可愛了 我就 我也希望說 我穿上這件衣服 我就可以 就是有那種可愛的感覺 但是 還是 真的會害羞 因為 我真的很怕 就是 曝光